现代社会作为法治社会一直秉承以法之人 但是有一个国家却保留了鞭刑 让其成为了文明国家里少有的保留肉体惩罚措施的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 据每日邮报报道 英国一名前公立学校男孩因毒品犯罪在新加坡入狱 之后被鞭吃了24次 由此引发了英国外交部的强烈谴责 据报道31岁的亚裔袁明远在伦敦出生 曾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学校 后来在新加坡某俱乐部当DJ 2016年8月圆明远被捕 并被判在张仪监狱服刑20年 他的罪行涉及贩卖129克大麻 以及15克的冰毒 2019年1月 每日邮报首次披露了圆明远的案子 当月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和新加坡外交部长 在会面时还提到了这个问题 外交部官员也代表圆明远提出了进一步的交涉 另外人权组织也对新加坡使用边刑进行谴责 称边刑违反了国际法 也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公约 但是圆明远还是没有逃脱遭受酷刑的命运 8月18号上诉失败之后 依照新加坡的法律 圆明远被剥光衣服 绑在一个木制的鞭打架上 被一根4英尺长的藤条鞭打裸露的臀部 共24下 然后被送回牢房 当天晚上 英国外交部立刻谴责了该国用4英尺长的藤条 鞭打他裸露臀部的决定 英国驻新加坡高级专员公署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英国强烈反对任何情况下的体罚 并谴责在本案中使用的鞭刑 一般来说 犯罪之后判处20年监禁之后 剩下的只等着犯人们老老实实服刑了 所以再加上一个鞭刑 确实让人很想不通 对此 新加坡高级专员公署的发言人表示 新加坡以最严格的执法和最严厉的惩罚 来全面处理毒品问题 以保护公众的福利 另外据了解 在新加坡 鞭刑在许多罪行中都是强制实施的 包括谋杀未遂和强奸 但是这项惩罚只针对身体健康的 16到50岁的男人 而袁明远恰好符合了这一些要求 据了解 在编刑实施之前 袁明远曾写信恳求结束那种 野蛮和不人道的体罚 他表示 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战斗 也是为了保护肉体的尊严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 暴力都不应该出现在伸张正义的地方 虽然这段话不能为他犯下的罪开脱 但是有人认为 作为对编刑这种不人道处罚的抗议 这段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分析认为 此次编刑有可能影响 英国和新加坡两国间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会儿一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